版图疫情延烧 现在疫情也烧进了总统府里面 除了有一名管理车的员工确诊之外 还有五名宪兵也演绎 外界就质疑了 这宪兵是不是群聚感染 总统府发声明澄清 这五名确诊案例跟4月22号的宪兵营案例 都不是密切接触者 跟这五个人的工作密切接触的只有六位 目前快筛跟PCR都是阴性 这群人跟总统副总统等高层也没有接触过 因此总统府清销完 其他勤务都正常 只是总统府接连传出确诊 从驻守安全的宪兵到管理车辆的员工 三军统帅每天进出办公室 真的没有问题吗 总统府前 宪兵依旧继续执行勤务 不受其他人去做快筛的影响 只是有宪兵就爆料 明明自己隶属211营 接到裁检通知 但长官却要他填资料的时候 写202指挥部 被质疑是怕总统府又被扯上确诊 干脆累给别的银田甲资料 总统府没有多做解释 宪兵队也回复 没有额外的补充说明 只是现在不止总统府 疫情也似乎烧到国防部 现在我们就先来进行第一案 20号还到立法院审预算 国防部长邱国正 每一天都会跟一名中将 还有其他干部开例行会议 而立委证实 这名中将已经染疫宪政隔离中 多名将官也紧急PCR 传出邱国正状况良好 但实际情形只能等指挥中心 跟国防部出名说明 TVB新闻 钟一轮 韦佳琪 台北西方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